我们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罗立罗县长也来到县长 来 掌声关于一下 今天我想对台上的嘉宾说句话 第一句话是传承家国情怀 荣县是广西最大的桥乡 华侨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爱国爱乡爱我们的家人 这也正是我们旅居在国外 150万荣县侨胞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希望我们嘉宾能够弘扬 能够传承这种家国情怀 第二句话是要弘扬美德 展示最美的荣县 荣县是全国的农业休闲 和乡村旅游的示范县 也是广西的特色旅游名县 我们的老百姓淳朴 善良 勇敢 希望我们台上的嘉宾 要弘扬这样子的美德 最后祝福一下我们台上的嘉宾 能够找到自己的义中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嘉国一体 起上嘉习 谢谢